你看过唐三被玩具的小说吗 我们都知道 唐三作为斗罗大陆的绝对主角 一出生就伴随着各种卦 什么先天满魂力 什么双生五魂 什么唐门绝技 这些随便一样放在别人身上 都可以说是天赋一笔吧 而唐三一出生就拥有这全部 所以唐三被人称之为卦王 可能就是斗罗这么变态的设定 唐三这不给别人活路的天赋 惹怒了一些人 所以就催生了很多斗罗同人文 而这些小说有一个惊人一致的地方 那就是玩虐唐三 下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这些以虐唐三为目的的小说 第一部斗罗之开局举报唐三 拥有双五魂 主角穿越斗罗大陆 从圣魂村开始改变命运 开局就揭穿唐三拥有双五魂的身份 提前邂逅小五不跟团 不败大师 不信唐三 唐三的机缘通通被小说主角抢占 唐三越混越凄惨 后面成为了主角上位的垫脚石 唐三表示不带这么玩我的 第二部斗罗之双枪绝世 小说开篇女主是比比东 主角给了比比东一个幸福的感情经历 不过这本书是多女主小说 后续主角还是收了很多美女 小说的主角对女人很好 但是对敌人那真是心狠手辣 所以唐三和玉小刚 这对师徒在小说里就无比凄惨 他们被主角各种虐待 唐三讨厌的比比东也是被洗白了 第三部 从斗罗开始猎杀主角 男主在斗罗世界不断猎杀唐三他们 最大的目标就是唐三 小说的主角开局遇到小五 然后假装成为唐三的兄弟 背后出手轻松灭掉唐三 然后主角又与宁容容一起杀死奥斯卡 让朱朱青杀掉渣男戴木白 帮助柳二龙对付渣男玉小刚 可想而知有多离谱 简直就是针对史莱克学院 针对史莱克奇怪啊 第四部 从炸掉魂环开始的斗罗 小说的男主角穿越到斗罗大陆世界 靠着一个硬币武魂和学霸知识 自我开发设计路线 实力不断提升碾压唐三和史莱克奇怪 不过这里面的女主角是小五 而且里面小五还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唐三表示哭晕在厕所 第五部斗罗之武魂殿万岁 小说主角带着电脑芯片来到斗罗世界 科幻与武魂相结合 成为比比东 千刃雪 胡列纳等武魂殿女人的奶奶 成为了让人仰望的至高存在 而唐三这个原著里一路逆天的角色 在这本小说里成为了悲剧人物 成为了主角上位的殉葬品 看到这些不一样的斗罗世界 你是不是也想当回主角呢 欢迎留言评论